如果你是单身 露寒追求你 你会答应吗 不会 他说他跟我有代勾 代勾 他什么 如果他跟我有代勾 可是他追求你 你会答应吗 他说他跟我有代勾 如果他说他愿意跨越那条横勾呢 跨越那条横勾呢 我自己先回答 这个问题 作为初代流量 露寒可谓粉丝时代的鼻祖 首位登上福布斯中文杂志封面90后男星 专辑单曲勋章夺得别位冠军 成为第一个首位公告牌华语冠军 2016年 首创微博超级话题 开创了微博明星势力榜 连续两年霸榜第一 微博单条评论数突破一亿 突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一个被他合影过的油筒 在次日便被抬成掌龙的粉丝安个合照 成为史上第一个网友油筒 荣获中国新闻周刊主办的影响 中国2016年度演艺人物奖项 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90后 首张个人专辑10分钟卖出10万张 是内地首张获得认证的白金唱片 这些战绩至今让其他爱都看为观止 这个没有多少作品的偶像 以交好的容颜 耿直的性格 谦和的作风俘获了无数迷媚 而这些粉丝又让陆寒的人气 和商业价值扶摇直上 然而可贵的是 名利的暴涨并没有让他陷入膨胀和欲望之中 反而让他学会更加谦卑地对待其他同行 甚至不惜放弃所有名气也要公开跟女友的恋情 公开恋情后陆寒直接掉粉82万 之后他主演的影视剧口碑和票房也都不负昔日的荣耀 当年主演的上海堡尾票房才勉强过意 这种收缩自如的心态 是问余六圈有几人能做到 为了关晓彤敢对杨幂 陆寒的心理素质真不是一般的高 在我是证人的记者会上 记者问陆寒 跟杨幂合作有什么感受 陆寒回答杨幂跟自己想象中的样子很不一样 你以为接下来会说夸奖的话吗 那你可就太天真了 陆寒说 感觉和蜜姐没有代沟 虽然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了 求此时杨幂的心理阴影面积 在合作之前是把杨幂当成一个前辈吗 对 你说都没关系 我都承受得住 其实是大前辈吗 大前辈 不是跟那个年龄没有关系 最近被我这个老前辈访问 只有觉得压力很大 跟年龄没有关系 其实跟出道的时间 每一句话都是伤害 在约榜大明星 人家乔欣妹子穿上了美美的旗袍 在花海里拍着美美的照片 这时候陆寒来了一句 这一幕好像似曾相识啊 乔欣还兴致勃勃地等她来夸自己 没想到陆寒一句话直接对死人 你穿这个旗袍好像孕妇啊 乔欣听了分分钟要吐血啊 还有最经典的一次 当马斯蠢吐槽自己穿了不合适的衣服时 陆汉突然跳出一句 平时我妈在家就穿这样 这一桩桩相识的事件似乎都在指向一个结论 陆寒太耿直了 有人甚至怀疑陆寒在私下是不是跟他们有仇 不然何至于如此不给面子 但事实恰恰相反 杨幂对陆寒的为人特别欣赏 并且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夸赞陆寒做事特别爷们 当时杨幂在剧组安排的帐篷里休息 在凌晨两三点钟有人来先帐篷 而陆寒第一时间出现在杨幂面前保护她 这让杨幂感动不已 并评价陆寒外表看似傻傻萌萌 但是特别爷们 以此可以看出陆寒并不是不懂女人心 而是在故意装傻 虽说很多明星工作跟生活分得很开 可能一边谈秘密女友 一边跟女星吵CP 但即便是演戏 也难免引起不良影响 陆寒故意在女星面前装傻直言直语 正是为了避免跟她们走得过近 所以在陆寒跟关小彤官宣后 几乎没人跟她吵过绯闻 因为这既是对自己行为的约束 也是对女友关小彤的负责